他十八岁的时候拍了他第一部电影叫做《八二三炮战》 这是一部大戏啊 他演什么啊 他演战 他没有演那个炮 八二三炮战 他那个时候还是小演员 还是小演员站在旁边 79年开始他第一出的连续剧《莫道无情》 可是他真正走猴你知道是在哪一部戏吗 你说 那个时候包青天丸 大家在想展昭的接班人 不对了不对了 孙鹏啊 这个猜得有点像啊 那现在我们来踩队了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呢 就是我们在终身带的男主角 长得又高又帅的 郊恩圈 我为各位介绍一下 在本节目里我们最常讲的一句话 《匹子逛大街》 创始人一句超级的 余神气 喂 郊恩圈第一次在上我们节目 我们大家都不熟 我们想到郊恩圈平常演惯了那种正义啊 匣子 英雄啊 哇 他在比一比的时候就一直 怎么样 演得不错啊 我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匹子逛大街的外号 不过 郊恩圈今天算起来他这个民国五十六年生对不对 是 好 才 三十八 哦 不讲三十 讲三十八 这个人家看 郊恩圈长得这么运树临风啊 浓眉大眼 小的时候 想必也是一个可爱的小宝宝 是不是 可是平常 平常你生下来就长得很可爱 生下来就有那个明星的将士 好运动啊 等一下 什么呀 哇 又后面又打嗝 我们就是要来走出来自己来看照片 今天我们来看看 郊恩圈小时候 我是 这一次我要讲实话 小时候真的蛮可爱的 小时候的眼睛就是大大 完全是拍那个广告的样子 那对我们的逻辑就不符合了嘛 小时候不怎么样的长大可能不错 所以这也是有特例 好 我们再看长大一点 大一点 好 再看大一点的郊恩圈 来 郊先生 我相信这可能是你这一身里面最惨淡的一段时光 这不会 这到底有种怪怪的 不知道哪里面 五官不太 可是他还是自己认为自己很漂亮 还是觉得自己很帅 是 我们郊先生觉得我长大一定是个帅哥 我努力 一定是帅哥 我一定让他帅 来 哇塞 请问 请问在什么时候 这个是初中的时候 这也是一副欠扁的样子 对不起 他这个身材谁敢扁他 你初中就有在练身 为什么胸部蛮大 初中的时候就有点激胸 因为 激胸 你跟他讲的叫什么 小鸡 先生啊 有一种驼背 还有鸡胸 没有 你那个叫胸鸡啦 当然 我就是故意让大家这样说 让大家笑一下 对对对对 不要被你那个俊秀的外表好像 以为你有个严肃的心 对不对 完全就是把欢笑带给各位 对 好 请问你自己有没有好好的练一下 从小就希望自己是李小龙的 有练过 有练过 后面满头包啊 练的时候 通常的时候是练一只嘛 我练两只啊 所以才叫双截棍嘛 蛤 蛤 那可见你是被打多了 头脑也不太好 你知道小龙他为什么 常常 小龙是谁啊 小龙你听人家很熟吗 被打到 小龙 郊安静这是国中的时候 但是 我们郊先生在他18岁的时候 他就告诉人家 我是帅哥 我很帅 帅 帅呆了 我们来看看 18岁的姜恩俊 这个说真的说真的 不错不错 好我们现在请姜先生 请上座 谢谢 谢谢 穿着洞洞装来 想必这个人对自己的 鸡胸和兄弟很自豪 那么你拍过很多的戏 在演员的心目中 你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蛮好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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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为人正直 蛮好相处 蛮好相处我就可以成为 我不认识他之前 我也以为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一相处才觉得那么轻松 还有没有什么 特别的 特别的 你的特色 容易让人家注意到 工趣啦 工趣 幽默啦 活泼啦 活泼 你是美少女啊 这形容词 中式幽默 活泼又可爱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 在朋友的眼中 在事故那些演员们 他们在心目中 是你什么样子的 小恩俊 基本上对我们来讲 他是一个笑话 我只能用笑话来形容小恩俊 这小伙子帅哥一眉哦 帅气帅气 浓眉大眼 我就知道他会哄 我想 他是我见过 见过 最最最难搞的一个艺人之一啦 放眼啊 国内啊 这么多的这个小生啊 坦白讲 我还真的最欣赏他 我觉得他中规中矩 演起起来呢 是不温不火 既没有马派的夸张 又没有这个某派的 呲牙裂嘴 然后又不会像某派的面无表情 我觉得呢 小恩俊的前途呢 是一片光明 大有可为 哈哈哈哈 还有掌声呢 后面还有配奏 后面还有配奏 很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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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刚才那些 有的是朋友 有的是 有的不是朋友 比如说刚才那个第三个那个是谁啊 那个女的 那个说你是一个很难搞的 对啊 那小姐是谁 听说她是你的经纪人 经纪人呢 哈哈哈哈 应该讲的不好 她就不爽 那是谁啊 嘿嘿嘿 这个姓很奇怪 还有没有外号啊 外号没有 没有吗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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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帅哥 帅哥是帝然的啦 哦 帅哥是本名 对吧 座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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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够了 老天爷啊 再度打雷吧 哈哈哈哈 绝对有没有外号 绝对不是这样子 她的外号跟她的外型 或者她的这个长相 有联想得起来吗 联想不起来 完全联想不起来 对 我们要来听听她的好友 跟这个这个外号有关系的 好 来 刚才片场呢 我以为我们大家相处得非常愉快 所以我们就有个 我们就成立一个会 叫姐妹会 那我们的戏名呢 是花叉花开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叫 花花姐妹会 当然我们的会长 就非她莫属 所以呢 将军的另外一个外号 就叫姐妹 是不是 听说 但是您是一位 在工作上是要求完美的人 真的啊 我热爱我的工作 所以我会 各个细节 我都会非常注意 哦 就是 比如说服装啦 出来的角度啊 哦 你看看今天 那个角度 坐的位置 坐的一直没变过 等到她录完这段 整个腿麻了 帮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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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说真的 我也没什么角度 我每个角度都好看 大雷 大雷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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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来看看片场的人 对她的工作态度 是什么样子 她是一个非常会做公关的演员 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导演 尤其男导演 对她都非常照顾 当然她印度她唯一的力气 是她很会撒娇 导演 拜托了导演 你跟男生能讲这种对白 你就知道她不是一般的凡人了 我常常碰到的时候 她对每个导演都说 哎呀导演你真棒啊 我最敬爱就是你啊 跟每个导演讲的都一样 所以有时候 我跟别的导演碰到的时候 大家一聊 结果我们通通都一样 她所有的导演她都敬爱 不是只敬爱我们一个 我知道 他们嫉妒你 原来你表里不一啊 就是要去完美啊 要求完美一定 够 你干嘛 姐妹啊 我已经录不下去了 基本上她把我表现得 好像一个人妖似 比如说 刚刚看了你的表演 所以 在我们 反问你这个 这个同戏的人 他们都说你有一个特征 对 对 对